今天要给我的花园安排花了 好激动啊 安排花之前先把花盆做好 想去做花箱子 看上这种双层展示架了 一搜居然要将近400 我还是用防腐木自己琢磨一个吧 这样做两个2米2的算下来也就100左右 先确定底部的尺寸 四个21的 第一次做这么大件的东西 也不知道能不能行 第一步就差做失误了 当然不好用 花都磨没了 打不进去也出不来了 算了我有一点重切一点 换个步骤重新开始 先把板子固定好 处边用枪筋吧 用螺丝打会把板子打裂 我的防腐木都是用的边角料 得用龙骨再下一下 侧边的龙骨再用钻头打眼 用螺丝固定一下 这么长 这么长我觉得龙骨 撑不起来呀 突然想起做花园大门 还剩了点粗木头 正好用来做腿 这不就是腿吗 机智如物 赶紧给它安上 中间这个怎么安掉地 不是30吗 赶紧拆下来比一比 就一样的呀 可能是屋里递不平 搬出来就立住了 终于可以开始定板了 木板还做成栅栏的样子 用钉枪钉上去 先用钉枪固定一下 我再用钻头钻一个 这样就结实了 结果钉到最后露了一件 这活干得太糟了 至少不露土了 这让我给做出来了 这么看也还行吧 最后再上层清漆 这还怎么清好手呢 他们就不在乎哪个围的 圆木色配花就挺好看的 趁量干的时间 再把第一层的花像做了 有了经验 做的明显要比上一个完美 真沉呐 赶紧搬上去看看效果 不错不错 筑上花就好看了 花像安排好 马不停蹄的来花会市场灌溉 好看哦 这带好看哦 可以爆晒吗 金椒籽 又看到了绣球花 每个都好 忍不住又挑了几颗别的 就削球多少钱 这个这个贵一点 我这个那批方价给你 给你那三十 这种的比你那五十两 这两就给你那十五一个 五颗一共一百一 又看到了小月鸡 八块五一盆 十三种一盆 零碎选了点小厨菊 和最早看好的丹麦风铃 好好看啊 十一块钱一盆 这三百五 剩一张给你 又又又看到了风铃 二十五一盆 选了五盆 看得我心都醉了 这一醉就杀不出车了 又选了一堆 花了四百 开心到已经冲淡花钱的悲伤了 接下来就是往上运土了 这花香太大 得运八桶土 断断续续运了一下午 终于运完了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把小月鸡都安排在了花香里 浇上水 吃上肥 就等它们慢慢长大了 其他花先安排到这里 等买了花盆再种 我终于拥有自己的花园了 今天是这辈子最幸福的一天 嘿嘿 这辈子最后的花园了一天 这辈子最后的花园了一天 谢谢大家